美国政府官员在多个场合曾经表示 将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提供1亿美元的抗疫援助 别的国家是否收到我不清楚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迄今未止 中方从未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资金和援助 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曾经表示 要向中方提供一批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但直到3月11日才告诉中方已经备好了有关物资 考虑到当前中国的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 同时疫情在世界范围多点爆发 中方已经正式回复美方表示感谢 并请美方尽快将这笔物资捐助给更需要它的国家 美方一些人企图将中国抗击疫情污名化 企图向中国推卸责任 这种做法无视中国人民为维护人类健康安全做出的巨大牺牲 诋毁中国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 有违世卫组织的专业意见 更与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期待和努力背道而驰 我们希望美方尊重客观事实 尊重国际公论 做好自己的事情 停止翻手为云覆手为云 停止诋毁他国转嫁责任 为世界各国携手抗击疫情 为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如果美方像自己声称的那样 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 相信西方的民主自由 终将取得胜利 那么为什么惧怕中国共产党 惧怕中国的媒体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粉丝一下 自己的所作和作用 先消除一下自身携带的意识形态 偏见的政治平台